第三十章 白结兔了 家人们 我们这里来了个不速之客 你们不是好奇 将领长什么样吗 现在敲门的就是 如果发生什么危急情况 姐妹们一定要及时报警啊 李雪对着摄像头 小声嘀咕了两句 随后捏手捏脚地走到门边 由于心虚 她那捏着门把手的肥厚手掌 都有些颤抖 此时 直播间内的水友们 都打起来了十二分精神 生怕错过这位渣男的真实容貌 其中就包括 蹲守在直播间的白洛雪 江灵不会真的带人 去报复吧 柔软的粉色大床上 白洛雪嘴唇轻咬 一双美目 紧紧盯着直播画面 近日来 网络上关于江灵的热度越来越高 在得知江灵真实身份后 白洛雪也出奇地 加入了吃瓜群众阵容 虽然她在学校 对江灵的所作所为 都有所耳闻 打心里觉得 对方是个深情男人 但是 在豪门大哨 富二代这些光环笼罩下 出现的反转 也不在少数 她就是想弄清 这个京城大哨 到底是不是 如自己所了解的那样 是个深情大哨 亦或者说 那些只是假象 实际对方和网上所说一样 是个渣男 是个顽固公子 呼 京城太子爷 和舔狗这个词 形成的反差实在太大了 不过 我还是希望你不要成为 网上所说的人渣 白洛雪看着手机 自言自语道 直播画面中 大门终于打开 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一位身穿休闲服 面容俊朗的青年 其次是位 唐装老者 和西装革履的眼镜男 直播间 不少观众 在看见江灵的容貌后 都是眼前一亮 纷纷发起弹幕 哇 这是江灵吗 看起来好帅啊 果然 渣男长得都帅 也怪不得这么多小姑娘被骗 但换作我不一样 我那不是被骗 我是心甘情愿 楼上的过分了 你要搞清楚 面前这位可是网传的 京城太子爷 如果对方的身份属实 那你连被骗的机会都没有 咋可能啊 李雪他们都证实了 什么狗屁太子爷 只不过是个 长好看点的小白脸而已 那么牛逼 你也长好看点啊 老娘在老家人 送外号小杨贵妃 你算什么东西 不吃 不会是个坦克吧 别侮辱杨贵妃好吗 美不被定义 唐朝以胖为美 老娘体重270斤 放在唐朝 你们都得跪在地上 喊我国母 神他们国母 我朝日天仙冲了 666 评论区里话风突变 李雪其实也想 跟着喊上几句美不被定义 但碍于眼前 还有事情处理 他这才作罢 江灵 你来这里干什么 面对对方的质问 江灵刚想说话 谁知李雪突然一屁股 坐在了地上 尖叫声 几乎要刺破众人的耳膜 啊 加一块报警 江灵要入室行凶 江灵众人 正在争论的直播间谁有 虽然直播间里 大部分人都是站李雪 他们这一边的 但是 眼下这波操作属实 让他们无语道了 你特么装也不能这么装啊 人家动都没动一下 你就开始叫 当我们眼睛瞎了吗 我们是想帮你的 但你也不能把我们当二臂吧 李雪压根不知道 自己这波操作 败坏了多少路人员 在他眼里 自己属于弱势群体 只要他喊得快 那么道理就在他这边 这一绝技 他不知道运用了多少遍 而且屡试不爽 不过 这次他面对的 可是金牌律师团队 和法院工作人员 江林在对方开门的一瞬间 就注意到了 那高高举起的手机 因此 他并没有轻举妄动 不过 对方都碰刺到这地步了 还忍气吞声 也多多少少 有些对不起他的身份 只见他笑呵呵后退一步 方才开口说话 哟 这不是李雪小仙女吗 咋还住上人家 王亦凡的私人别墅了 话说你家哥哥再没品 也不会看上你吧 这怎么吓得去 嗨嗨 说到后面的虎狼之词 江林下意识止住了嘴 沉默一秒后 总结了一句 还挺重口哈 话语落下 李雪的脸色 以肉眼可见 速度变黑 他李雪最引以为傲的就是 他那两百多斤的体重和容貌 就像直播间里说的 患在唐朝 他最少也是个公主级别 眼下 江林直接拿王亦凡美品 口味重来抨击自己 他怎么可能忍得下去 只见李雪一咕噜 从地上爬起来 手机都快对到了对方脸上 你个屌丝男 渣男 还敢说老娘 看看你长得个什么样 跟我家哥哥 比连体鞋都不配 还好意思说 大家都看看 这就是恶臭渣男江林 长成这个样 还敢抨击别人 也不知道他哪里来的自信 哼哼 普姓男 一顿嘴炮 江林皱着眉退远了些 因为他怕眼前李雪的口水 溅到自己脸上 这家伙嘴这么臭 万一口水有腐蚀性咋办 呵呵 知道自己离远了 也是 本公主的高贵气质 岂容你这种屌丝泄毒 李雪注意到江林的小动作 嘴角一勾 立马开口讥讽到 因为对方此时的动作 就和平日里逛街 所遇到的男生一样 离得自己远远的 自信如他 自然不会觉得 人家在嫌弃自己 而是觉得 对方在敬畏自己的美貌 终于 白姐忍不住了 一个勾身 直接把早上吃的早餐 全吐了出来 哦 这一幕把所有人都整傍住了 直播间里的弹幕 疯狂涌出 木草 这是 这是被骂吐了 这尼玛 兄弟心里承受力不行啊 这就被骂吐了 离谱 老天爷 我今天算是开眼了 头次见到有人被骂吐 江林无奈又后退了几步 让人给白姐买来矿泉水漱口 缓和了一阵 白姐的脸色终于好了一些 不过还是 有些苍白 这时 李雪毫不客气地站在一旁 说风凉话 看你人母狗样地打扮 没想到被说几句就吐了 况且 我说的也不是你 真是可悲啊 听到这话 白姐心中怒火疼的一下 就烧到了头顶 妈的 我可是金牌律师 你能把我骂吐 明明是你长得丑 嘴巴缓口臭 做个人 怎么一点B数都没有 谢谢兄弟们的礼物 我可以一直更 更到死 不说了 接着写下一张 第三十一张 笑什么 是啊 开个美颜骗骗别人就算了 别把自己也给骗了呀 自己长什么样 自己还不知道吗 难道你就没发现 自己长得好像有点不太符合大众审美吗 江林捂住嘴角轻笑道 扑吃 此话一出 身后一众法院工作人员都没忍住笑出了声 因为他们所从事的工作 免不了和各种牛马蛇神打交道 但眼前这个自信到了极致的女人 他们还是头刺剑 若不是亲眼所见 他们都不敢相信 这世间居然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真是小刀辣屁股 开了眼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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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 李雪伸手指着众人 嘴唇不停蠕动 却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见李雪半天没有回屋 陈嘉宜也走了出来 江林 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这里 不欢迎你 对方人多势众 陈嘉宜心里难免有些发虚 说话声音都是断断续续的 我们来这里干什么 江林先是一脸奇怪的 用手指了指自己 随后又用手指了指身后 穿着制服的法院众人 最后发出灵魂拷问 你说我们来干什么 来请你吃饭吗 被告人 说完 白杰介事向前一步 你好 陈嘉宜小姐 李雪小姐 你们二人 现涉嫌恶意侵占他人财产 诽谤造谣等多项罪名 并对我当事人江林先生 造成了严重心理创伤 和生活困扰 我的委托人江林先生 已于今日在京城最高法院 正式向你们二人发起诉讼 这个是法院的传票 话音落下 白杰将一张白色A4纸大小 盖由法院公章的传票 递到了对方手中 陈嘉宜浑浑噩噩地 接过法院传票 小脸惨白地向张白指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你们这些人 一定是请来的演员 这都是你自导自演的对不对 突然 李雪嘶喊着冲过来 一把抢过陈嘉宜 手中的传票 并将其撕成了碎片 后面的法院工作人员们 看到这一幕 心里暗道一声 好胆 江林扶了扶额头 满脸无奈道 究竟是不是我自导自演 我说了不算 我后面的检察官同志说了算 很快 后排一名身穿法院制服的 中年男子走了过来 并将自己的证件 展示给了二人 京城最高法院检察官 林彦 这是我的证件 两位若是不信的话 可以上网查一下 陈嘉宜和李雪一愣 目光也随之停留在了证件上 姓名对上了 照片对上了 职位也对上了 而且还有编号公章 法院的证件可没人敢伪造 毕竟那犯法 他们这是知道的 眼下最后一丝侥幸彻底破碎 陈嘉宜仿佛被抽干了所有力气 身体靠着门框 缓缓瘫倒在地 而李雪则是想顾忌重施 伸出肥大的手掌 开始抢夺证件 好在林彦早有预料 快速收回证件 并呵斥了一声 胡闹 这下 李雪才信心收手 此时 直播间里彻底炸了锅 种种迹象表明 这起事件 已经有了反转的苗头 但仍有一些反粉 在应洗他们的姐妹 法院参与进来了 江林还是原告 盲猜一波事件反转 不可能 一定是贼喊做贼 现在节奏这么大 江林肯定是怕有朝一日 被官方调查 所以才主动出击 想要和李雪他们 玉石俱焚 你放屁 焚你码呢 你那李雪姐妹 都慌成这个鸟样了 不是心里有鬼是什么 你们这帮XXN 能不能不要应洗了 你才放屁 这一看就是恶人先告状 江林要是冤枉 为什么不早点出来 为自己发声 人家李雪他们这么善良 只是骂了几句而已 也没见报警找法院啊 不然还有你江林先告状的粉 666 强词夺理 都能说得如此轻心脱俗 是我小看你了 呵呵 下头难 好了 两位被告人 还是别下折腾了 此行只是通知你们 后面两天吃好喝好 咱们开庭见吧 江林看着二人灰白的脸色 心中有一种 说不出来的痛快 不是嘚瑟 不是造谣 不是踩我 呵呵 等着进去采缝刃机吧 江林 你怎么如此绝情 突然 陈嘉宜说话了 除了李雪以外的所有人 都是脸色一僵 此时 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的想法 不要脸 太不要脸了 不过江林倒是来了兴致 只见他瞅了眼一旁的手机摄像头 又看了看面前这位昔日恋人 然后轻声道 嘉宜 何处此言呢 这熟悉的语气 差点让陈嘉宜误以为 自己回到了与对方分手前 那时候的江林就是这样 说话轻声细语 生怕凶到了自己 看来事情还有转机 没准自己稍微示弱 认个错 对方就会原谅自己 陈嘉宜在心里这样安慰着自己 然而 他示弱的话还没出口 江林的下一句话 就差点让他破防 话说 你都被别人完成破鞋了 怎么还好意思说我绝情呢 绝情的 应该是你家哥哥王亦凡吧 都这个时候了 还不出来为你撑腰 不吃 我看他这个正义使者 也得半惊八两的货色 我江林再不济 也不会让自己女人受委屈 再看看你家哥哥 看看你 嘖嘖嘖 提伤裤子不认人 哈哈 江林毫不留情的嘲讽声 回荡在陈嘉宜耳旁 陈嘉宜仗红了脸 哽了半天才挤出一句 你等着 等我家樊樊回来 一定会给我找最好的律师 狠狠打你的脸 谁知 听到这话的江林 笑得更开心了 不吃 哈哈哈哈 操 你们有没有听见他说什么 他现在还在想着他家哥哥呢 哈哈 众人文言脸上 皆是浮现出了古怪之色 陈嘉宜将这一切看在眼中 心中不禁生起了一丝疑惑 江林在笑什么 凡凡可是当红巨星 他怎么敢 再次感谢兄弟们的礼物 继续加更 由于本章要长一些 所以写得慢了点 物怪 第32章 若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可能是猜出陈嘉宜心中所想 江林收敛了笑容 努力让自己看起来严肃些 我知道这个事实可能对你很残酷 但我还是要告诉你 王亦凡是不可能给你找律师了 喂 为什么 陈嘉宜难难道 因为 扑 你家凡凡现在忙着在警局喝茶呀 哈哈 江林再一次没忍住笑出声来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江林 你造谣 你胡说 我家哥哥怎么可能 反正一定是你在胡说 无凭无据 小心老娘告你诽谤 李雪就像一只被踩到尾巴的猫 浑身炸毛地冲过来 看着面前这个两百多斤的人形坦克 白姐等人脸色一白 下意识往旁边躲闪 而江林只是挑了挑眉 一副看好戏的模样 下一秒 扶勃出手了 只见他伸出一只苍老的手掌 转眼间便把两百多斤的李雪 如同拎小鸡般提了起来 双脚悬空 再加上那恐怖体重所产生的重力 很快 李雪就有了窒息感 哼哼 看对方还能出声 扶勃那铁钳般的手掌微微发力 李雪双腿无力地扑通了两下 便一个白眼晕了过去 碰 硕大的身躯坠地 发出一声闷沉的巨响 扶勃像个没事人般地拍了拍手掌 浑浊的目光中透露出一丝嫌弃 少爷 安静了 嘶 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倒吸冷气的声音 陈嘉宜下惨了 哆哆嗦嗦地想拿出手机报警 却被江林提前一把抢过 呵呵 想干嘛呀 报警吗 江林拿着手机 满脸细血地说道 这下 陈嘉宜彻底慌了神 目光四处张望 直到发现不远处掉落在地的那部直播手机 暗暗鼓起勇气 陈嘉宜在众人的目光下缓缓起身 眼眶红红地带着几分哭腔开口道 江林 我知道 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我给你道歉 你原谅我好不好 我们重归于好 以后我听你的话 不闹了好不好 江林意味深长地看了对方一眼 然后漫步走到那台直播手机前 好啊 那你先把那两枚戒指还给我 再把为什么污蔑我 以及你与王亦凡等人在酒店群屁的事情讲清楚 本少听开心了 大发慈悲 放你一码 也不是没有可能 说完 江林捡起了直播手机 将镜头对准陈嘉宜 说啊 陈嘉宜浑身一震 满脸不可思议地看向江林 你监视我 听到这话 江林立马用余光扫了眼直播间的弹幕 果然 里面正吵得不可开交 实锤了 你们的嘉宜姐妹 已经和王亦凡上床了 而且还是多皮 你怎么说话的 哪只耳朵 听见实锤了 呵呵 小仙男只会歪歪是吧 还嘴硬 嘖嘖嘖 看看你那嘉宜姐妹 都慌成什么样了吧 就像人家江林说的一样 骗骗我们就行了 你别把自己也骗了呀 下头难 再造谣 我往抱你 来啊来啊 XXM破防了好可怕呢 收回目光 江林语重心长地叹气道 若想人不知 除非几莫为 知道吗 陈嘉宜看着那明晃晃的摄像头 也知道自己 中了对方的套路 立马破防改口道 你胡说 我没有 我和凡凡是清白的 我要告你 你造谣污蔑我 这时 白杰站了出来 这位被告人 请保持冷静 鉴于你们二人 在网络上的种种表现 我当事人 已提前联系警方 对你们二人发起刑事诉讼 如果你们二人有何意义 可以在审理结果下来后 再次上诉 哎呀 说明白点就是 想告我 等你出来后再说吧 江林生怕陈嘉宜听不明白 再次耐心地解释了一遍 此话一出 陈嘉宜彻底崩溃了 不 我不要坐牢 我要见凡凡 凡凡一定会有办法的 让我见他 行行行 满足你 江林最见不得女人哭 既然对方提出了这种要求 那自己不满足 岂不是显得太不人道 关闭了手机直播 江林一挥手 对着几名保镖下令道 来 把这位陈小姐带走 送进去和王亦凡一起采缝鸡去 是 少爷 几位保镖领命 上前把陈嘉宜硬生生拖拽上了车 江林 你不能这么对我 你明明说过 永远不会伤害我 永远宠着我的 陈嘉宜嘶哑着嗓子 奋力挣扎 江林听得心烦意乱 摆了白手 把他嘴堵上 实在不行就打晕 反正别让他狗叫了 听得我头都快大了 众人领命迅速行动 不一会儿 陈嘉宜的声音便消失在了车内 一旁的白杰与法院工作人员眼观鼻 鼻观心 全然一副视若无睹的模样 这种情况 只有装作没看见最好 对了 把那个死肥婆也带上 原本还想让他们再苟且几天 既然自己都不想好过 那本少就满足他们 江林指挥着保镖们 把李雪抬起了后备箱 这才上车 福伯 京城市警局 福伯点了点头 少爷 坐稳了 随着发动机的一声怒吼 浩浩荡荡的车队驶离了小区 兄弟们醒了 继续开始嘎嘎码字 第33章 伏法 众人刚抵达京城市警察局 局长赵东山就一路小跑地冲了出来 江林见状 打开车门走了下去 江少 您大家光临咋不和我说一声啊 没事 就来看看王亦凡醒了没有 醒了 醒了 您来 我这去给他叫醒 赵东山一脸谄媚地将众人迎进了警局 几名保镖架着悠悠转醒的李选和陈嘉仪紧随其后 京城作为帝都 下属的警局自然也是恢弘大气 可能就是因为里面空间太大 众人一路兜兜转转了十余分钟 这才在一间审讯室门外停下了脚步 江少 王亦凡就在里面 你稍等哈 赵东山对着江林呵呵一笑 转身接过旁边警员递来的水桶 然后头也不回地走进了审讯中 哗啦 不一会儿 审讯室中响起一道泼水声 紧接着是王亦凡那杀猪般的哀嚎声 啊 听到这熟悉的声音 李选和陈嘉仪几乎是同时打了个冷战 彻骨寒意 瞬间涌上头顶 要不是嘴里塞满了布条 只怕他们现在早就哭出了声 江林回头看了眼二女 在看见二人眼中的恐惧之色后 才满意地扭回头 看来这俩家伙还知道怕 知道怕就好 嘎吱 审讯室大门打开 赵东山一脸谄媚地探出头来 江少好了 您里面请 嗯 江林不嫌不淡地应了一声 随后带着众人走进了审讯室 昏暗的审讯室内 一张固灵灵的木桌摆放在房间正中间 木桌上面有盏台灯 江林自来熟地打开开关 白痴光芒瞬间就照亮了小半间屋子 赵东山此时很会来似的端上一把椅子 江少 您坐 江林点头坐下 做完这一切 赵东山小心翼翼地站回一旁 等待对方的下一步指令 陈嘉仪和李雪将这一切看在眼里 瞳孔不禁猛地一颤 江少 江林什么时候成江少了 眼前这个警员也未免太殷勤了吧 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眼前这个所谓的警员 正是京城警局的一把手 王亦凡呢 咋没看见人 这时 江林询问道 审讯室里的设备倒是齐全 一道铁栅栏将偌大的房间一分为二 墙边上挂着几件奇形怪状的道具 散发着淡淡寒意 就是唯独没有看见被审讯人王亦凡的踪影 闻言 赵东山一拍脑袋 满脸歉意地善笑道 不好意思啊 江少 是我老糊涂了 连这茶都搞忘了 说完 赵东山连忙指挥警员走进铁栏之中 在众人疑惑的目光下 警员掏出一把钥匙 插进了墙体上的一个类似锁孔的小洞里 咔擦 清脆的开门声响起 原来其中那有乾坤 随后 一个面不臃肿的男子 被两名警员从小房间中带了出来 看到来人 李雪和陈嘉怡当即瞪大了眼睛 虽然对方被打得像个猪头一样 但并不影响二人认出他的身份 王亦凡 江灵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一幕 直到王亦凡被固定在了审讯座位上 他才缓缓开口 睁开眼 看看我带谁来陪你玩了 冰冷的声音 回荡在偌大的审讯室 王亦凡听到声音 想要努力睁开眼睛 但由于面不肿得太厉害 哪怕他再努力 眼睛也只能睁开一条缝隙而已 见他这副浑浑噩噩的模样 江灵的兴趣顿时少了大半 转而将目光盯上了一旁的陈嘉怡二人 让他俩说话 话音落下 陈嘉怡和李雪嘴中的布条 被同时扯了出来 陈嘉怡与李雪 也连忙大口大口呼吸起新鲜的空气 那种窒息的感觉太难受了 如果可以 他们这辈子都不想再体验 江灵也不急 抱起胳膊环视二人一眼 就开始闭目养神 周围人也很默契地闭上嘴 一时间 整个审讯室都安静了下来 除了时不时传来的喘气声 就只有众人自己的心跳声 一种无形的压力 落在了陈嘉怡与李雪头上 并且在无限放大 这种感觉就像小时候被请家长 你低着头不说话 老师看着你不说话 大家都不说话 但内心却无时无刻不再饱受煎熬 约莫过了五分钟左右 李雪再也顶不住心理压力 扑通一声 膝盖结结实实地撞击在瓷砖上 姜 姜少 我错了 我有眼不识泰山 你放过我好不好 求求你别让我坐牢 我什么都可以给你 包括 江灵眉头一皱 直接一脚把李雪踢翻在地 包括你满呢 你到底是在求饶 还是在为我吃屎 还特么什么都可以给我 老子什么时候说要了 长这B样 能不能别出来恶习别人 臭 给我关进去 跟王一凡做苦命鸳鸯去 江灵一波怒吼三连 吓得一旁的陈嘉仪脸色都白了 李雪更是双眼空洞 愣在原地不知所措 自己 难道真的一点吸引力都没有吗 那些男生 不就是因为害羞 才不敢和我表白吗 为什么到江灵这里 自己如此不受待见 还没等他思考完这些疑问 几名警员就走到了他面前 一人一条胳膊 硬生生给他架到了铁栏里面 王一凡透过眼皮之间的缝隙 看到李雪被送了进来 浑身不由的一颤 紧接着开始疯疯癫癫的怪喊 你 你别过来 你个猪刚烈 快离我远点 哈哈 我是孙悟空 吃俺老孙一棒 这动静自然吸引了江灵的注意 嗯 这就疯了 一旁的赵东山吓得连忙凑过来解释道 江 江少 这不是我们整疯的 我也不知道咋回事 带回来之后 他就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刚才醒来之后 就是这样了 见对方这副担惊受怕的模样 江灵咧嘴一笑 没怪你 我只是觉得疯了 有些太便宜他了 嗯 到时候把他送医院检查一下 要是真疯的话 说到这里 江灵表情一寒 做出了个抹脖子的动作 赵东山心领神会 连忙点头应道 没问题江少 保证给您做得漂漂亮亮的 这一幕 被陈嘉宜清清楚楚地看在眼里 特别是那个抹脖子的手势 差点把他魂都吓散了 江灵现在怎么这么狠毒 以前的他明明不是这样 现在的江灵 在他眼里 与地狱的恶魔无异 回想起昔日对方那温和的笑容 那无微不至 嘘寒问暖的关心 真的很难 与眼前这个冷血的江少联系起来 不过 他眼下最过于担心的 还是自己的小命 相比于无声无息的死去 还是接受法律的审判吧 想到这 陈嘉宜鼓起勇气 满脸忏悔地开口道 江灵 江少 虽然我并不知道 你背后的事里有多恐怖 也许我也 从来没有了解过你 但是 我不得不承认 我错了 这段时间 在网上的那些造谣诽谤行为 我确实参与其中了 我愿意接受法律的审判 求你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说完 陈嘉宜深深低下了 他那高傲的头颅 江灵将这一切尽收眼底 沉默片刻后 才吐出一个字 好 审判肯定是要审判的 不过 至于给对方改过自新的机会 他给 就是不知道前身给不给 而他能做的 就是送对方去见前身 更更更更 第34章 后悔 既然陈嘉宜接受了现实 江灵也懒得 继续和对方浪费口舌 剩下的 就是法院工作人员的活了 陈嘉宜小姐 既然传票被撕了 那我就口头提醒你一下 林业检察长这时走了出来 对着陈嘉宜正色道 请你与李雪小姐 于28号 也就是后天早上8点前 到京城最高法院 参与开庭审理 届时请提前准备好 辩护律师等 另外 开庭前 你们二人不得以任何理由 或借口离开京城市辖区 否则我愿将依法配合警方 对你们二人进行追逃 林业一口气说完了 十余条注意事项 这才停歇 反观陈嘉宜 原本画着淡淡妆容的小脸上 早已花白一片 泪水滴答滴答地落个不停 如果不是知道哭没用 现在 他早就瘫倒在地上 嚎啕大哭了 我知道啊 可是我 可是我还要上学 怎么办 带着哭腔的声音一出 在场不少人都动容了 不过更多的是唏嘘 要是他早点回头 也不会落得如此下场吧 江陵冷漠地转过身 目光坚毅 却又带着几分冰冷 出来混 迟早是要还的 至于怎么办 那是你的事 自己种下的 因自己承受过 怪不得别人 说完 江陵便带着众人 离开了审讯室 眼下 只需要耐心等待 开庭审理 和后续的判决 毕竟 流程还是要走一下的嘛 没一会 偌大的审讯室 就只剩下 陈嘉宜三人 以及一名负责看守的警员 陈嘉宜还在原地 小声哭泣 泪水不知不觉 已经打湿了大片衣精 快放我出去 我要去找律师 李雪见江陵离开 立马又恢复了原先蛮横的模样 警员没有理会李雪 而是看着面前哭得 梨花带雨的陈嘉宜 感慨了一声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呢 惹谁不好 偏偏惹人家江绍 哎 江绍 陈嘉宜听着对方的感慨声 嘴里也鬼使神差地 跟着念了一遍 对啊 江绍 警员点了点头 转而目光又扫过 铁栏对面的王一凡 与李雪二人 发出一声感叹 那可是江绍啊 听到这话 陈嘉宜彻底坐不住了 现在的他 就像个蒙古人 被江绍肆意玩弄在手掌之间 却连对方的半点底细都不知道 这样下去 自己进去采缝刃机 只是迟早的事 他不能坐以待毙 他还有几年的大学生活没有度过 他还有几十年的大好人生 为了这一切的一切 他陈嘉宜要拼一把 反正江绍的意思 已经摆在这里了 自己可以去找辩护律师 那就找最好的律师 赢下这场官司 就算输了 结果再坏 还能坏到哪里 无非是官司输了 去坐牢罢了 最起码不会留下遗憾 想到这 陈嘉宜激动地 跑到警员面前 急声哀求道 大哥 你可以给我说说 江绍到底是什么身份吗 又或者说他有什么背景 这样我也好找律师 您放心 假如我们能平安无事 一定会好好感谢您的 对啊 大哥 我们假如赢了官司 一定会好好感谢您的 看见没有 我旁边 这位是华国娱乐巨星王亦凡 他有钱 有很多钱的 李雪这时也反应过来了 没有继续撒泼 反而跟着陈嘉宜附和道 就连已经陷入疯癫状态的王亦凡 都跟着点了两下头 口中喃喃不停 对 我有钱 我有很多钱 我是巨星 看着面前这求生欲满满的三人组 景元无奈苦笑一声 然后摇头道 看来你们不是京城本地人啊 感谢啥的就不用了 毕竟你们根本不可能赢 此话一出 二女心里瞬间就凉了半解 但陈嘉宜不死心 仍然继续追问 大哥 为什么我们不可能赢 你也说下原因啊 不然我们不甘心 原因 扑痴 景元虽然同情陈嘉宜 但听到这话后 还是没忍住笑出了声 听说过什么是帝都三大世家吗 知道三大世家 知首又是谁吗 知道在帝都哪个性最不能惹吗 一连三问 直接把陈嘉宜干猛了 那 哪个 江 哄 这个字眼就像一道惊雷 在三人脑海中乍响 陈嘉宜只感觉大脑一瞬间陷入空白 随后是阵阵嗡鸣声 江家 居然这么恐怖 但是 他们为什么没有听说过 一时间 无数个疑问诞生在陈嘉宜 和李雪心底 而景元也早就猜出来了 二人心中所想 索性直接开口解释了起来 我知道你俩现在肯定很疑惑 其实一开始 我也只是知道 帝都江家的存在 至于江少的身份 我是今天上午 跟着搜查时代风俊的时候 才了解到的 帝都江家的继承人 哪怕是本地人 也知道有这号人 但不知道究竟是谁 叫什么名字 说起来 你们也是真牛逼啊 阴差阳错下 居然把江家继承人 爆出来了 嘖嘖嘖 江家可是横跨军政两界的顶级世家 而且江林太子爷 还是裁罚林家 与其联谊的产物 江家不知道 林家你们总得知道吧 就这么说 江家可是林家在林家之上的存在 那么现在你们还有信心 赢下这场官司吗 景元发出灵魂拷问 这下陈嘉宜和李雪听明白了 江家他们不知道 但财罚林家 他们知道 在华国 你什么都可以不认识 但绝对不会不认识林氏集团 这是一座横跨制药 教育 酒店 娱乐 房地产等众多领域的商业帝国 你生病了 要用林氏的药 出去玩 要住林氏的酒店 上学 林氏更有专门开办的贵族学校 可以这么说 华国公民平日的衣食住行 样样离不开林氏的影子 就是这么一个恐怖的财罚家族 还居然屈居江家之下 那江家到底是个多么恐怖的存在 到这里 陈嘉宜已经不敢继续想下去了 因为他恨啊 悔啊 早知道江林的背景如此恐怖 他还追什么流量明星啊 这么好的金龟婿 只要掉到了 那他就真的成公主了 不过现在说 这些都没用了 事情已经发生 再怎么悔恨 也没有后悔药 可以给他吃 其他太详细的我不清楚 不过我敢肯定的是 警员左顾右盼一番 然后小心翼翼的凑上前 陈嘉宜立马打起十二分精神 倾听了起来 兄弟们晚安 第三十五章 塑料姐妹情 我敢肯定的是 华国内阁里面那些议员 以及军政高官 几乎有四成都是江家的人 在华国 江家就是那只手遮天的存在 你们说说看 你们拿什么豆 现在华国的二号知道吧 据说那位就是江少的亲生父亲 什么 陈嘉宜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好似晴天霹雳当头一击 又好像被人从头到脚浇了一盆凉水 全身麻木 李雪更是大吃一惊 惊恐地瞪大眼睛 呆若目击式地站在铁栏里一动不动 显然江家以及江灵的体量远比他们想象中更加恐怖 锦园换了复刊香巴老师的表情 鼻的开口 我真不知道你们怎么敢的 我知道的这些还只是偌大江家的冰山一角 你们居然还想着跟人家斗 则则则真是出声牛独不怕虎啊 陈嘉宜与李雪在听到这话后 同时陷入了沉默 是啊 如此恐怖的家族 他们怎么斗得过人家 对方明明用一根手指头 就可以轻易捏死自己 现在却要和他们对不公堂 这不就是玩弄吗 把他们玩弄于鼓掌之间 也许对方从来没有担心过会输掉官司 眼下所做的一切 只不过是想看着他们 慢慢绝望崩溃的样子 想到这 陈嘉宜好似被抽干了浑身力气 身体一软 无力地倚靠在墙角上 一切已成定局 房间陷入长久沉默 阴郁的乌云 不知不觉笼罩了整个审讯室 悔恨 绝望 无助的情绪 在偌大的房间中无声传播 众人心头仿佛被压上了一座大山 无法呼吸 警员感觉房间内太压抑了 想要出去透透气 于是对着陈嘉宜交代道 姑娘 一会儿出去的时候 如果找不到路 就问下隔壁的警员 你这个朋友是江少官进来的 我不敢给他开门 嗯 就这样吧 祝你们好运 说完 警员快步走出了审讯室 这下 房间内只剩下了陈嘉宜 李雪 王亦凡三人 空气再次陷入死寂 不知过了多久 陈嘉宜突然抬头 狠狠地看了眼王亦凡 如果不是眼前这个男人 自己就不会落得这般地步 更不会和江陵分手 而自己现在就是那高高在上的江家少夫人 什么流量明星 在他眼里 都是狗屁 自己的美好人生 就是被他给断送的 王亦凡 我恨你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 这个时候疯了 想一了百了是吧 王亦凡听到声音 下意识抬起头 恰好对上了陈嘉宜愿毒的目光 浑黄的液体 顺着裤脚流淌而下 几乎是一瞬间 他就被吓尿了 呜呜江少别打了 呜呜江少别打了 看王亦凡哭得稀里哗啦 陈嘉宜顿时有种 一拳头打到棉花上的感觉 但他又无可奈何 愤怒 让他的胸脯起伏不停 无处发现 陈嘉宜只好将目光看向了李雪 谁知 李雪此时也爆发了 陈嘉宜 你当初为什么不好好 和江林在一起 你的当父 明明有男朋友 还去想着别的男人 就是因为 当初你对爱情不忠 所以现在咱俩 才会落到这般地步 自己见就算了 为什么要拖累我啊 你的巴子 你怎么不去死啊 陈嘉宜被对方 这么一顿劈头盖脸的辱骂 给整猛了 他还没说什么 李雪怎么敢先说自己的 自己和江林分手 不就是对方一手窜多的吗 他怎么有脸 想到这 陈嘉宜立马不客气地 回怼了起来 李雪 你才是那个最贱的巴爱傲子 当初我和江林在一起的时候 明明是你 整日挑他毛病 觉得他这不好那不好 分手也怪你 要不是你 一直在我耳边吹风 我怎么可能会穿着婚纱去演唱会 还有钻戒 不知道是哪个厚颜无耻的贱货 自己把别人的钻戒占为己有 最后还咄咄逼人造谣人家 这一切的一切都怪你 所以现在的你 才会和这个疯子关在一起 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要不是看你长得丑 可以烘托出我的美 你觉得 我会和你这种人交朋友 而你呢 不仅没有意识到自己丑 还整天刺个大牙 舔个鼻脸 觉得全天下男人都在围着你转 你难道忘了 当初你给我说 江林在暗地里给你示好 你就不会以为 江林真的看得上你吧 其实他只是想你 在我面前说几句好话而已 蠢货 要不是脱了我的福 你这辈子根本不会认识到 江林这么优秀的男生 一口气将心中的怨言全吐了出来 陈嘉宜顿时觉得 新情书唱了许多 你 李雪气得满脸胀红 手哆哆嗦嗦的 指着陈嘉宜 半天都没有挤出来一句完整的话 看到这 陈嘉宜笑了 哼 一个连话都说不明白的废物 还妄想着当上公主 就你这个弊样 去KTV当公主 人家都嫌弃 说完 陈嘉宜转身走出了审讯室 哐荡 大门重重关上 整个房间就只剩下了 王亦凡和李雪二人 刚才陈嘉宜的那番话 可谓字字诛心 导致李雪 现在都没从激动的情绪中缓过来 这已经不是贱人短了 而是杀人诛心 哼 陈嘉宜这个贱人 一定是羡慕 唐朝以胖为美 我放古代最起码是个公主 我不愁 我才是最漂亮的女人 她在说谎 江林明明喜欢的是我 李雪嘶哑的声音 在房间中响起 很快就引起了王亦凡的注意 呵呵 肥猪 呵呵 杀年猪 李雪猛地扭头 面目猙獰道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王亦凡被吓住了 猛吸一口哈喇子后 开始不停后退 嘴里不停喃喃道 妈妈救我 这有个好丑的妖怪 吃人 啪啪 她的这一番话 宛如压死骆驼的 最后一根稻草 李雪心中多年来的自信 在这一瞬间 开始彻底崩塌 粉碎 就连一个疯子都在厌恶 恐惧自己的外貌 那她真的要开始反思自己了 为什么 难道我真的很丑吗 但是我明明这么优秀 第36章 老弟要过生日了 离开警局 江林略显疲惫地 伸了个懒腰 唉 这破事终于解决完了 这时 一旁的白杰笑着上前提醒道 江老弟 你这是还没解决完呢 江林眉头一挑 嗯 为什么 你想想看 王一凡这件事 你到时候要出庭作证吗 呃对 时代风骏被查封 你也是主要受害人之一 到时候 是不是也要出庭作证 嗯 还有陈嘉怡和李雪 你作为原告 自然要到场吧 你不是还打算承接网报者吗 反正王警和督察组 已经开始行动了 到时候 无论是抓来一千人 还是一万人 你都要参与其中的啊 白杰掰起手指 一一列举刀 这 江林棒住了 怪不得那么多人讨厌打官司 原来这么麻烦 可是自己特么 要开学了啊 哪有空天天整这些死出 想到这 江林只感觉自己的头皮 一阵发麻 用手抓下几根头发后 最后还是忍不住 向白杰发出询问 白老哥 那我应该怎么办 要不让法院那边 开个线上会审 白杰嘴角一抽 差点以为自己没听清 啥玩意 线上会审 江老弟 线上会审这玩意 嗨嗨 太新颖了 不太适合咱们 要不这样 我来全全代理 你的委托人 这样你就可以不用出庭了 如何 那怎么好意思呢 嗯 就这样决定了 你来全全代理我 江林颇为害羞地客气了一句 然后立马敲定了这个方案 生怕对方反悔 这翻脸速度 可把白杰看傻了 愣了半晌 他才僵硬地挤出一句 那个 江老弟还真是性情中人哈 白老哥过誉了 江林眯着眼睛 笑呵呵地回了一句 事情处理完毕 众人散火 回家找妈 车上 江林思前响后 最后还是决定 打开手机浏览器 搜索起了 有于全全委托人的词条内容 没办法 他和前身都是半个法盲 特别是穿越之后 这个世界的法律规则 对于他来说 完全是一片空白 即使两个世界 大体相差不大 但就怕有些细节出得出入啊 全全代理 可是个敏感字眼 万一被人套路了怎么办 虽然白杰这样做的可能性不大 防人之心不可恶 很快 江林就找到了答案 全全代理 法律诉讼中 范围最广的概念 相当于当事人本人的意思代表 可行使变更 撤销诉讼请求等权力 看到这 江林默默关上手机 目光也随之投向窗外 口中喃喃自语 看在表哥和白笑花的面子上 我还是希望你不要乱使花招 不然 我会很难做的 此时 正在前排负责驾驶的福伯 好像突然想起来了什么 出声道 对了少爷 明天就是家主的生日了 你不回去看看吗 江林听到声音 表情一愣 什么 老头子的生日 我怎么没印象 抄 我不会连老爹生日都不知道吧 想到这 江林恨不得给自己一个大比赌 不对 是给前身 别让儿子一个个的盼星星盼月亮 就为了忘腹成龙 到了自己这里道好 有条真龙老爹 自己居然还不知道珍惜 妈的 越想越气 福伯 走 回家 给我爹风风光光的大扮一场 江林大手一挥 啊 少爷您说 风风光光扮什么 福伯吓得差点踩了脚刹车 肯定是扮邪啊 江林满脸莫名 不知道对方为什么都一把年纪了 还能问出如此奇怪的问题 谁知 福伯在听到这话后 反应更大了 万万使不得啊 少爷 家主可是再三强调过 一切从简 如果您回去给他四处宣扬 恐怕 恐怕免不了一顿说啊 这 江林嘴角一抽 心里顿时为难了起来 自己家老爹的顾志静 他是知道的 一直以来都是说一不二的存在 如果自己执意要大办特办 孝心便知了不说 没准还要被狠狠骂上一顿 唉 天老爷 这年头 怎么连尽孝都这么难啊 就在江林满脑子 都是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的时候 福伯提出了一条建议 其实少爷你 可以准备个小礼物什么的 只要不是太过昂贵 想比家主都会很开心的接受 这样既表达了你的心意 也没违背家主一切从简的要求 岂不是两全其美 这个主意好 江林激动的当即拍板 那就送礼物 然而还没等他激动几分钟 另一个问题就出现了 送什么 自己那老爹 常年身居高位 衣食住行样样不缺 古玩字画 不感兴趣 整日不是开会就是出访 真的很难挑着胃口送礼物啊 毕竟是头一次送生日礼物 太敷衍了也不好啊 一时间江林陷入了百般纠结 无奈之下 他再次选择向福伯求助 福伯 你说我送点啥礼物比较好啊 说这话的时候 江林能明显感觉到自己脸颊在微微发烫 羞愧 阿呸 发烧了 啊 呃 这 福伯显然也没想到对方会问出这种问题 所以一时半会也答不上来 透过后视镜 江林能明显看见福伯的眉头拧成了麻花 苍老的脸庞上还时不时闪过几分古怪 唉为难他老人家了 江林在心里这样想着 兄弟姐妹们 验证期了 不要养书啊 求求了 另外 再次感谢各位朋友的礼物 明天午饭加个馒头 PS 本书纯属虚构 望诸位不要对号入座 没有上交脑子的 来此处补交平行世界 与现实无关 没有影射任何现实元素 非军正题材 其中一切人物事件 纯属作者虚构 求生欲拉满了 第37章 白落雪的邀约过了两久 江林注意到福伯的表情变了 变得豁然开朗 柳暗花明 福伯你是不是想到 少爷我想到了 两人几乎是同时出生 福伯 你先说 为了节约时间 江林急忙示意对方发表自己的见解 福伯点了点头 目光紧紧地盯着前方路况 老头子啊 觉得 如果少爷您带一个女朋友回去给家主看 其实比什么礼物 来的都要实在 嗯 最好还能抱个孙子回去 那样更好不过了 这话一出 瞬间把江林的CPU给干烧了 女朋友 孙子 此时的他 很想对着福伯大喊一句 大爷 我哪里还有女朋友啊 前女友马上就要进去采缝刃机了 我去哪里给你变个孙子出来啊 不过 尊老爱又是华国美德 江林自然要说得委婉一些了 福伯 那个 你也不是不知道我的情况 咱可是帝都出了名的深情男人 不结婚 都不会碰人家女孩子的 哪里抱得出来 孙子给我爹吗 况且 我现在压根没有女朋友啊 前女友也被我送进去了 我去哪里找女朋友带回去啊 总不能租个共享女友吧 共享女友 什么是共享女友 福伯显然还没有彻底适应时代 对于这个新颖名词 颇感兴趣 就是 我出钱 他出人 当我女朋友 嘎吱 突然 车辆一个急沙停在了路边 还没等江林反应过来 发生了什么事 福伯那严肃的老脸 就转了过来 少爷 PC是犯法的 假如家主知道了 恐怕下一个进去采缝刃机的 就是你了 面对福伯严肃的口吻 江林有些哭笑不得 他知道 对方这是误会了 不过 人家也是为了自己好 怕他走上歪门邪道 江林还能说什么 只能耐心解释 福伯啊 您老误会了 这个共享女友 不是战阶女 她是一种类似于演员的职业 可以说 只是扮演女朋友 这一个角色而已 不会存在什么 邪恶肮脏的非法交易 您放心吧 当然 加钱除外 不过这句话 他是不会说出来的 不然自己估计又要解释半天 那就行 福伯也不算太古板 很快就明白了江林的意思 麦巴赫重新打火发动 驶入了主干道 车内气氛逐渐安静 福伯也没有继续 再提生日这件事 因为他觉得 江林已经长大了 很多事情都需要他自己来决定了 频繁的帮助和指引 只会让他成为一个扶不起的阿斗 江林看着窗外风景 脑海中继续思考着 送什么礼物 这时 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 有人给他发消息了 自从网爆事件发生之后 江林就换了个新的微信 而这个新微信 压根还没怎么加人 江林很好奇 究竟是谁这个时候给他发消息 表哥 亦或者是白结 怀揣着疑问 江林快速打开手机微信 一个被注为落白雪的聊天窗口 映入眼帘 江林愣了一下 不过很快又反应过来 这好像是白笑花的微信 点开聊天框 里面是一条邀约信息 江林 你今天晚上有没有空 我闺蜜约我出去吃饭 我哥不放心 想让你陪我们一起 家人们 小礼物走一走嘛 到时候 作者可以给你建群 第38张 少女的心 吃饭 不放心 让自己陪同 这一刻 江林感觉白结的算盘珠子 都快蹦到自己脸上来了 这可是帝都位 治安好的一批好吧 实在不放心 也可以不去吃啊 想到这 江林正准备打字敷衍几句了事 可消息还没发出去 他的动作突然一将 因为白落雪又发消息过来了 对了 我哥说明天是叔叔生日 虽然让我准备点礼物 但是我又不知道 叔叔喜欢什么 要不你帮我出出主意 看到这 江林愣住了 白结咋知道自己老爹生日的 莫非是表哥说的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表哥和白结 这是在撮合自己与白落雪啊 感情之事 岂能而戏 强扭得瓜不甜 虽然他解渴 嗨嗨 提到解渴 江林脑海中 就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了一双 白皙的玉腿 以及白落雪那 清冷绝美的脸蛋 去掉李雪和陈嘉怡 这俩要采缝刃机的家伙 白大笑花 好像是我唯一认识的女生了吧 反正她也要送礼物 要不我直接让她 跟自己打下配合 不过 直接跟她说 当我一天女朋友 是不是有些太冒昧了 江林在心中权衡一番 还是决定把原本编辑好的内容删掉 然后重新打字道 没问题 正好我也有个小忙 需要和白笑花商量商量 发完这条消息 江林只感觉浑身一震 太刺激了 她仿佛已经联想到晚上白落雪 那震惊的表情了 我保护你吃饭回家 你当一天我对象 这没毛病吧 完全没毛病 这时手机又震动了一下 江林打开手机一看 果然是白落雪的回复 嗯嗯 只要是我力所能及的就可以 力所能及 那肯定力所能及啊 该说不说 这妹子还挺单纯 嗯 好骗 敲定了主意 江林急忙招呼了一声福伯 福伯 回家换衣服 晚上我要陪人出去吃饭 好嘞 少爷 另一边 白嫁 白落雪再给江林发完 今晚集合的地点时间后 就来到衣柜前 开始挑选衣服 一件件各种款式的格裙 与欧裙 被整齐摆放在床上 这些都是她的珍藏 不过因为性格的问题 她很少穿欧裙出门 因为在白落雪眼里 只有格裙 才显得较为低调 不引人注目 到底穿哪一件好呢 白落雪 看着面前眼花缭乱的格式裙子 陷入了纠结 要不问问江林 这个想法突然出现在脑海中 把她自己都吓了一跳 不行 不行 我和她只有几面之缘 都不熟 这样的话 显得我多轻浮啊 万一人家还以为我在暗示她什么 那不是更尴尬 少女的心就是这样 充满了复杂和纠结 更何况 性格孤僻的白落雪呢 可是她绝对没有想到 今天晚上江林的请求更加轻浮 看见兄弟们的礼物了 加更 第39章 阿斯顿马丁 万七七 傍晚 江林换了身私人定制休闲服 与福伯共同来到了地下车库 少爷 今天晚上准备开哪辆车 福伯跟在一旁笑呵呵地询问道 偌大的地下车库 占地约有四千平 光车位就有足足一百多个 里面的豪车种类 更是让人眼花缭乱 无论是奔驰宝马 还是劳斯兰博 只有你没听过的 没有她没有的 甚至里面的很多车子 就连江林自己都记不住名字 毕竟 每年生日都要收几台 有这时间记名字 她不如被俩单词 福伯 就这辆吧 一番精挑细选之后 江林在一辆阿斯顿马丁 万七七前停下了脚步 如果她没有记错的话 这辆车是自己18岁时 全款买下的第一辆车 嗯 因为那时候刚考完驾照 正好赶上这车的发布会 所以就顺手买下来了 当时好像是花了 四千七百万吧 真是可惜了 她的零花钱 居然一直摆在车库吃灰 好 少爷 我去给您开出来 福伯对这辆车也有些印象 于是主动请应道 不用了 福伯 今天晚上我一个人开车去就行 不然那驾照都快放生锈了 江林说完又补充了一句 你也不想 我用一个月的时间 考了个寂寞吧 福伯短暂思考了一下 最后还是没做阻拦 年轻人妈单手开豪车 也是才艺之一 她懂 嗯 也行 不过少爷你要记得开慢点 这些豪车虽然看起来漂亮 其实一个个的都不结实来 到时候车坏了就坏了 可不能把少爷宁愿给伤轰 不等福伯唠叨完 江林已经上车 一脚油门飞了出去 看着车灯在卷起的乘雾中愈发模糊 福伯的心逐渐不安了起来 不一会儿 一辆麦巴赫也跟着驶出了车库 郊区道路车流量小 江林一脚油门 没多久就进入了市区 嗯哼 就几公里 看了眼导航 江林发现 集合点迁达广场就在附近 趁着晚高峰还没开始 于是他再次给油 后方的一辆麦巴赫内 福伯一边控制着方向盘 一边擦着额头渗出的冷汗 饶食一把年纪的他 见过无数大风大浪 但面对这辆阿斯顿马丁的速度时 还是没忍住 抱了一句粗口 臭 少爷这车 是装了火箭发动机吗 怎么这么快 另一边 迁达广场 白洛学已经接到了 自己的好闺蜜秦梦瑶 一个长相甜美的小萝莉 为了等江林 他和秦梦瑶一人买了杯奶茶后 便在路边找了个座椅休息 刚落座 秦梦瑶就眨着可爱的信眼凑上钱 洛学 咱们这是等谁啊 等 嗯 等个男生 白洛学显得有些支支吾吾 在没有得到江林许可前 他可不敢把对方身份随便报出来 哪怕是面对自己 这位最好的闺蜜 在得知对方再等一个男生后 秦梦瑶显得很震惊 紧接着是委屈 男生 完了 小雪你变了 你不在 属于我一个人了 呜呜 瑶瑶 不是你想的那样 就是我哥怕咱俩女孩子 晚上在外面不安全 特地让她来陪我们 白洛学急忙解释 生怕对方误会了 真的 秦梦瑶一愣 千真万确 白洛学拍着胸脯保证道 看着对方那高耸的事业线 秦梦瑶小嘴一扁 原来是个保镖啊 那就好 不过洛学你一天到晚 到底吃了些什么啊 这里怎么长得这么大 快给我摸摸 说着 秦梦瑶就伸出了那双白嫩的小手 啊 白洛学惊呼一声 连忙躲开 这一觉 属实吸引了周围不少恶狼的目光 一个冰山美人 一个甜美细萝莉 男人的究竟梦想啊 可能是注意到周围人的目光 秦梦瑶这才信心收回了小手 白洛学见状也是称怒道 瑶瑶你要是再这样 我就生气了啊 这可是在外面 让那些有坏心思的人注意到 咱俩女生怎么办 秦梦瑶也不是不明事理的女生 经过对方这么一说 立马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只见她低着头 小手轻轻扯着白洛学的胳膊 晃了两下 小雪别生气嘛 我给你说了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好消息就是 嘿嘿 秦梦瑶狡黠一笑 故意卖了个关子 咱俩马上就是笑友了 啊 白洛学起初还没反应过来 但是转念一想 对方是 今年的高考生 你也考上魔都大学了 对啊 快夸我 秦梦瑶抬起针手 一脸的小骄傲 魔都大学 可是华国最顶尖的学府之一 与京大清华齐名 如果说高考试过独木桥 那进入魔都大学 就好比是爬金字塔 只有最后站在塔间的人 才能成功 对方考上魔都大学 白洛学自然也是开心万分 因为自己以后在学校也有伴了 瑶瑶真棒 想吃什么 今天晚上 学姐请你 一落雪 你咋还以老卖老 我才不老 对了 今天晚上 来的那个男生 可是你学长哦 啊 他不是保镖吗 俩人你一嘴我一句地聊着 杯中奶茶也渐渐见底 突然 远处传来一阵发动机的轰鸣声 紧接着 一辆炫酷的超跑 进入了所有人的视线中 感谢大家的礼物 再来一张 晚安 第四十张 商业女王林丽 嘎吱 随着刹车片发出一阵尖锐的摩擦声 超跑稳稳停在了路边 虽然跑车在帝都并不稀奇 但大部分路人都是头一次 见到这辆阿斯顿马丁 所以难免驻足 同时 也有识货的人 认出了这辆车的来头 嘶 这不是那台全球限量 77台的阿斯顿马丁 1-77吗 想不到 咱京城也有一辆 我听不懂啥限量啥77的 老哥你说个价 让我死心 4700万 卧槽 卧槽 我泥马 果然 有的东西你出生的时候没有 你这辈子都不会有了 哎 我还是继续打我的螺丝吧 在众人的惊叹声中 车门缓缓打开 走下来了身穿休闲装的江陵 果不其然 在江陵出现的那一刻 围观的路人中 再次爆发出一阵惊呼 哇 好年轻的男生 这又是哪家的少爷 少爷看我 少爷看我 妾身在这里呢 认证完毕 副歌一枚 少爷 把妾身带回去吧 妾身好生样 会生娃 年轻 帅气 多金 简直是我对白马王子的全部幻想 太有钱了吧 4700万的车 我打螺丝 要不吃不喝 差不多600年才买得起 大家都往后退点 我怕蹭到七了 到时候 我这辈子就白干了 面对围观群众的各种舔和惊叹声 江陵意识有些飘飘然 不过更多的是感慨 这辆跑车 这辆跑车对他来说 可能只是一个玩具 但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 却是辛辛苦苦工作一辈子 都无法仰望的天文数字 人与人的差距 真的比人与狗大 也许这就是现实 人们真正生活在的现实 收回思绪 江陵目光 开始有目的性地寻找着什么 直至看到不远处 座椅上的两道身影 此时 白洛雪也在看他 洛雪洛雪 你快看这个小哥哥 好帅啊 一旁的秦梦瑶泛起了花痴 不一会 江陵走了过来 哇 洛雪洛雪 你快看 小哥哥朝我们走过来了 白洛雪 晚上好啊 白笑花 江陵带着淡淡的笑容 走到了两人面前 晚上好 江少 白洛雪起身礼貌地 打了声招呼 秦梦瑶愣住了 你 你俩认识 嗯哼 看着旁边 这位面生的甜美少女 江陵挑眉道 这位是 她是我的闺蜜 秦梦瑶 白洛雪扶鹅 颇为无奈道 瑶瑶咋现在泛起花痴了 好丢人啊 希希 你好啊 小哥哥 秦梦瑶自来说地打起招呼 一双美目 紧紧盯在江陵俊朗的面庞上 不停地咽着口水 嗯 你好 你好 江陵被这目光盯得浑身发毛 心中同时不禁好奇起来 白洛雪这是在哪里找来的 如此活泼开朗的闺蜜 她俩 难道不会性格不合吗 小哥哥 你有女朋友吗 见江陵呆愣愣地站在原地 秦梦瑶歪起头发出灵魂疑问 江陵显然也没想到 对方居然张嘴 就询问这种问题 不过 这也不算什么隐私 索性就告诉了对方 没 没有啊 得到了想要的答案 秦梦瑶眼前一亮 当即追问道 正好我家里人也同意我谈恋爱了 要不我包养你 你来当我的小白脸如何 是 什么 江陵怀疑自己听错了 瞪大了眼睛 满脸不可思议到 白洛雪心中暗道一声不好 连忙捂住了自己好闺蜜的小嘴 好了好了 瑶瑶别说了 但秦梦瑶怎么会就此放弃 哪怕是被捂住了嘴 她也要表达出自己包养对方的决心 嗯嗯 我有钱 我是小富婆 你那辆阿斯顿马丁 我可以再给你买三辆 只要你当我小白 嗯 江陵 Segman 多冒昧啊 白洛雪羞红了脸 急忙朝江陵投去一个抱歉的眼神 江陵 我这闺蜜才高考完 精神压力大 爱胡言乱语 你别放心上 嗯嗯 我没有坏女人 回我姻缘 嗯嗯 做一个男人 江陵还是很大度的 只见她随意地摆了摆手 没事 可以理解 当年我高考完压力也大 经常胡言乱语说 自己没考好 嗯 正常 见江陵没有放在心上 白洛雪这才松了一口气 又看了眼自己这个花痴闺蜜 她还是好心提醒了一句 瑶瑶 你要是再闹的话 小心我告诉叔叔阿姨 此话一出 秦梦瑶立马安静了下来 手也不扑腾了 眼睛也不乱瞅了 哼 白洛雪娇哼一声 松开了手 秦梦瑶立马就委屈巴巴地求饶了起来 洛雪小雪姐 你别生气嘛 别告诉我爸妈嘛 看你表现了 好爹 看着二女嬉戏玩闹的样子 江陵忍不住轻笑一声 白大笑花 你俩还真是性格互补 一物降一物啊 说完 白洛雪的脸色更红 秦梦瑶却依旧是那副大大咧咧的模样 一场小闹剧之后 三人进入了千达商业广场 走吧 我最近发现了一家特别好吃的西餐厅 据说还是咱京城商业女王林立旗下的产业 你俩这次有口福咯 秦梦瑶满脸神秘地走在最前面 说到林立这个名字时 眼睛里更是迸发出了崇拜的小星星 江陵还以为自己是听错了 不由地询问出声 你说的是哪个林立 文言 白洛雪也是满脸古怪的看向秦梦瑶 当然是财阀林家的长公主 林氏集团的县总裁 商业女王林立啊 秦梦瑶一脸不可思议地回过头 那样子就好像是在说 不是吧 不是吧 你们居然不知道林立的大名 而且林立阿姨 还是我最崇拜的偶像 巾帼不让须眉 当代花木兰说的就是她 悄悄告诉你们的秘密 我小时候还被林立阿姨抱过 她还说我长得漂亮 想让我当她的媳妇呢 秦梦瑶满脸炫耀地说道 没错 是炫耀 华国女首富 财阀长公主 女强人 无数光环基于一身的存在 抱过她 还扬言 让她做儿媳妇 试问 还有谁能做到 殊不知 一旁的江陵 早已石化在了原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